我在网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分别有第24届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分区赛男子团体第二名 第26届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华中赛区分区赛第三名 我的球龄已经有15年以上高中毕业之后到现在每年陆续都会有教教学 大概有了5年时间也自己办过网球班免费教学是从暑假之后开始的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用网球在我的课余生活里面能够充实我自己 然后也可以带来一些收入 我发帖大概两个月时间有大概300多人问我 上过我免费课程的应该已经有30多人了吧 我会免费教一节课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内容还是非常多 一节课就可以让他掌握比如说正手动作的所有细节 所有的要需要注意点 我的教学目标首先其实是根据学员来的 去根据他的需求去调整我的训练方法 有的学员在我这边学了之后把他们以前剩下的一些问题就可以去解决掉 他们也导致了对网球热爱 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 看他们一点点的那个进步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会提供球和球拍 防地费的是学员需要承担的 在免费教学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有一百 也收获了个很宝贵的精力 免费教学我会毕业之前都会一直保持